据法新社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23号在法国媒体《星期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呼吁欧洲海军在台湾海峡巡航 这一说法引发很大争议 此前 博雷利原计划在4月13号至15号访华 因其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访问被推迟 法新社报道称 博雷利呼吁欧洲海军在台湾海峡巡航的说法 与他上周曾经表达的为什么台湾海峡 对欧洲至关重要的说法相呼应 博雷利声称 台湾在经济 商业和技术上 都与我们有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呼吁欧洲海军在台湾海峡巡航 以展示欧洲对这一绝对关键地区航行自由的承诺 法新社提到 在博雷利发表上述言论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早些时候 快要结束访华行程时曾表示 欧洲在台湾问题上不应追随美国或中国任何一方 欧洲不应卷入与自己无关的危机 香港南华早报也转发了法新社上述报道 在南华早报网站评论区 有网友对博雷利的呼吁进行了批评 认为中国应该制裁这个战争贩子和麻烦制造者 如果欧盟想与中国做生意 就不应该转而采取挑衅行为 否则他们会后悔的 还有网友反问 欧盟可以对抗中国 还是他们只是屈服于美国的立场 一种我也是主义 还有网友批评称 他是在提议重演炮剑外交吗 这一次他可能对每个人都产生非常糟糕的反作用 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相关的人 针对博雷利此番涉台言辞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表示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表态 也是一个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不良行径 欧洲不应当担心所谓台海地区贸易通道的顺畅 会受任何来自大陆的阻碍 事实上 中方始终是确保台海持久的稳定和繁荣的最大利益 优关方会最大限度推进区域贸易顺畅发展 李海东还表示 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局势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 如欧洲派军队到台湾海峡巡逻 那将意味着欧洲甘做美国仆从 在亚太地区制造危机 动荡和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会成为一个亚太地区的破坏因素 而遭受普遍抵制 博雷利的想法 逻辑混乱 颠倒是非 需要强力批驳